7月17日 用来宣扬基督的能力 使徒大有能力 见证主耶稣复活 众人也都蒙大恩 使徒行传4章33节 如果我们的事工是 明天在不起共鸣的环境下 为基督做见证 这关键不是我们的才能 关键乃是在于 丰富的未来恩典 在所有的人当中 使徒们似乎需要最少的说明 来为复活的基督 做令人蛰伏的见证 他们与基督一起三年的时间 目睹他的死亡 亲眼看见他复活 在他们的见证集中 他们有许多的凭据 使徒行传一章三节 你也许认为 在所有的人当中 他们会靠着过去光荣的力量 来支持他们的见证事工 这些过去的光荣 毕竟还很新鲜 但是使徒行传 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忠心与有效见证的力量 主要不是来自于记忆中的恩典 也不是累积的知识 而是来自于伟大恩典的 崭新的来临 这是使徒们所用的方式 这也是我们在见证的事工中 所用的方式 无论神会显明什么样的神迹奇事 来加强我们对基督的见证 神迹奇事领导的方式 和他们临到司提反的方式 是一样的 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 在民间行了大骑士和神迹 使徒行传六章八节 在事工有特别需要的关键时刻 就有特别的未来恩典与能力 让我们可以仰赖 这是一个新的能力的彰显 神借着这个彰显证明他恩典的道 使徒行传十四章三节 参照希伯来书二章四节 能力的恩典 会为真理的恩典做见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